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天是寒的 心是暖的 他们是平凡的 却干着不平凡的事 那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咱们明镜还是比较辛苦的 后面是刚刚迟到一半 平安过节 元旦假期 我在港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号 元旦假期的第二天 相信大家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当中 假期里很多人都能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个饭 或者去逛个街去玩一玩 然而在咱们欢度佳节的时候 还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守护着我们的平安 今天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他们的这个节是怎么过的 画面中 这名满头白发 还拄着拐杖的民警 名叫张茂春 是晋中市公安局 于此分局 国家部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他旁边的女民警 名叫王瑜 2012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王瑜就跟着张茂春 两个人以师徒相称 你这腿是咋的 我的腿跟你说 本身就是老汉腿 像上一个礼拜四跌了一跤 骨头稍微裂了一点 少有个裂缝没事 那你也没有这些 咋转到了咋就能放心 最起码晚上能睡个火觉 退了休再慢慢休息吧 还有一个月 一个半月就退休了 今年这个元旦 应该是老民警张茂春 站的最后一班岗了 因为腿摔伤了 本来局里领导让他请假休息的 可这一天下午 张茂春又悄悄地拄着拐杖 跑到了办公室 他知道 节假日期间是同事们最忙的时候 他这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有一种威慑力 就是说 违法犯罪的分子 他不敢去露腿了 老百姓始终感觉到 给你说民警就在我身边 他就跟你说的 有一种安全感 咱们要休息了 老百姓就不能安全 这是一个最急奔的 作为民警 社区民警 更应该给你说的 深入第一线 你第一线 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第一时间处理情况 这是跟你说的 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能做到的 土地们肯定能做到 这是一个盐传 深交必须的 跟你说的 做到的事情 不一会儿 车来到了一个小区 今天 张某春的主要工作是 要在一个小区 进行巡逻 并进行安全检查 抽查小区的安全工作 是否落实到位 网友一定要注意 检查这个小区里边的时候 我们跟你说的 一个是我们转一转 看看有没有可以人员 我们要抽查一些路道 看有没有跟你说的 充电的现象 你看 它这个地方 给过道上 放在摩托车这里 像这种情况 要联系它物业 联系它物业 要椰主 把摩托车 该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什么地方 一定要检查的时候 注意看它这个 小峰通道这一块 这个通道里边 这个通道里边 它绝对不能有东西 你比如说 这个拐脚脚 它是客户 把这个 跟你说的拐脚脚 放上东西了 这个东西绝对不允许 每一个地方 每一处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 细节 张宝春都要对 徒弟王渝 认真叮嘱一番 而实际上 王渝已经参加工作十年了 也算是一位老民警了 对于这些工作 他早已经了然于胸 一个星期 给你说的 我们最起码检查一次 但是的话呢 借假日的话呢 我们必须得检查 就是小区里面 有物业管理 我们只是一个监督它 像这个通道里边 是不能放东西的 像这里边 你比如说 这个给你说的 过道上 这里边 那么绝对是 不允许充电的 它一充电 那么它晚上睡了觉了 这个给你说的 火灾隐患是非常大的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火灾 这是我们跟你说的 必须得都觉得 你看这个楼道里边 它就比较 连着查看了 三栋楼的九个楼层 没有发现电动车 在楼道里充电的情况 张宝春才放心地下了楼 但干工作 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他 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又在小区里 转悠了起来 还是说人家人家过来 反而是也经常能见到 对咱们小区也挺负责任的 也没有听说 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事情 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挺安全的 对不起吗 给这种安全 挺好的我们小区 挺好的 十几栋楼都转了一圈 确定没有什么 安全隐患之后 张宝春才放心地离开了小区 下一个地方 他准备去一个 小旅馆比较集中的街道 这个地方 在他看来 安全防范更为重要 这个小区一共有35家宾馆 这为什么要把重重执政 放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都是小旅馆 没有当机 没有跟你说核查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那么这是消防 等等各方面 随时他们都有 疏忽的范围 所以说咱们都必须 跟你说 严格地查它 现在一共住的多少个 一口墙 现在一共住的66个一口墙 那么小旅馆里边 住的 它就是游的是民工 游的是零客 这两天的话呢 有一口墙 与人员非常混沌 所以说这是我们管理的一个重点 只要这一块平稳了 整个社区 也就都放下了 这是一个 师傅一直都是一个一丝不苟 工作特别敬业的老民警 我们以后也要学习他的这个精神 然后把他的这个敬业的精神 一直发扬下去 今天咱们这个结果怎么样 你感觉 今天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这个通过今天这么个检查 我也跟你说放闲了 今天晚上中车是能好好地睡个觉 但愿我们天天是这种情况 年年平安 这我就非常满意 随机抽查了几家旅馆 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老民警张宝春 终于放心地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再有一个半月 他就要退休了 尽管腿脚不利索 但他也希望 把这最后一班港 站好 而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 也在影响着身边的人 正是因为有着像张茂春一样 把群众的安全始终放在心上的基层民警 才保证了节日的平安 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看一看其他岗位上的基层民警们 他们的节又是怎么过的 三岁女童突然丢失 母亲惊慌失措来求助 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孩子了 我孩子刚才在看衣服不见了 积极寻找查看监控 他们坚守岗位 为群众排忧解难 出来了 看下这个孩子 看 就是他吧 哦 隔离时间未到 急于登机 他们耐心劝说 将人劝回 疫情防控来不得半丝马虎 而且他本人也会涉及到 追究他的相关的法律责任 平安过节 元旦假期 我在岗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每到节假日的时候 总有那么一群人 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看到他们 我们会感到心安 除了社区之外 一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商场 以及街道 也肯定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一世某商场 在外面的话 可以看见 整个商场的话 是灯火通灵的 那么小米里面 也是非常有名 那么在这个时候 咱们民警又是如何 开展工作 来保证大家安全 度过这个假期的呢 那咱们一块去看看 你好 咱们看见有些 咱们民警正在学习 你好 咱们正在地上哪些工作呢 就是正在商场安保巡逻 然后因为是不接日了 商场的流程比较多 然后容易发生丢失物品 然后小孩走私 或者是东西都丢了 这种情况比较多 如果我们接到这种情况 可以紧急停止 从早上商场开始营业 到结束营业 民警们会进行全天巡逻 他们走遍商场的各个角落 为群众提供安全保障 随身才会保管好 在房子提供师 好嘞 终于玩得一块 你们好 你们能帮我找一下孩子了 我孩子刚才在看衣服出现了 男孩女孩的 女孩 多大呢 三岁多 画面中这名女子姓刘 五分钟前 她正在一家服装店试衣服 可一转眼的功夫 三岁的女儿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就是这个衣服装颜色的 然后装着两个那个猪胶 行 我的猪胶脑 孩子应该没走远 执行民警 赶忙在刘女士试衣服的服装店周围寻找起来 另一路民警则去了监控室 你看一下 给我们教学一下 九九点 九点十分 十分前 在这个屏幕上看 出来了 看下这个孩子 看就是他吧 到了这个 儿童玩具场 行行行 报警官 报警官 那个三岁的小女孩 站这个三层 可能玩具场这头 你过去查看一下 经过一番寻找 执行民警 终于找到了刘女士的女儿 这是不是你家孩子了 小美 你是不是你妈妈了 是啊 看你那小孩在那里面玩呢 里面人挺多的 小孩不计是看你们人多 进去看家玩去了 好 行 早点就行了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好 来 先一过终于一点 好 类似的事情 知情民警经常会遇到 正是因为有他们在身边 我们才多了一份安全感 遇到困难 才能第一时间得到化解 我们了解到 为了保障节日安全 全省公安部门做出部署 要求加强和文化 旅游 体育等部门的联系 采取摸牌调查的方式 深入辖区大型商场 宾馆酒店 以及文化娱乐场所 及时掌握各类娱乐节庆 商场促销活动的情况 明确安全责任 落实安全措施 加强景区 以及周边区域的治安管理 并做好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等地点的治安检查 以确保群众的节日安全 而除了安全保障方面之外 疫情防控 那也是公安部门工作的 重中之重 这天 国家补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报警 一名居家隔离人员王某 在距离14天隔离期限 还差一天的时候 擅自离开隔离地点去了机场 准备登机去往浙江 这名男子是从中风险地区 过来的一名男子 明天要进行第二次的核酸检测 但是他没有打招呼 私自就离开了隔离地点 疫情防控绝不能出现任何疏漏 接到报警后 民警当即赶到了五宿机场 做完第一次核酸检测之后 该男子已经居家隔离了13天 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虽然距离规定的14天隔离期限 只差一天 但这种情况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疫情当前 任何的大疫都有可能将风险扩大 太出所民警深知这一点 因为这个隔离期限没有到 有可能会把这个疫情带出去 要确保万无一时 才能让他离开这个隔离地点 他现在正在静的过程中 那个那啥 你要把他信息给我 不是 接下半小时 哪个航班 民警一方面与机场民警协调 让其帮忙找到王猛 一方面积极联系王猛 希望他主动返回 现在咱们机场 我们现在机场了 跟咱们当地派说也过来了 可以回家咱们工作吗 我们也跟他反映了 就是说是 如果说是他把疫情带出去的话 不仅是给国家社会 或者是当地的这些居民 带来严重的影响 而且他本人也会涉及到 追究他的相关的法律责任 您往处走 行 我到那接您一下 希望您配合一下当地 二 你走哪了 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 耐心劝说下 王猛终于同意自行返回 社区的估计是8个上去 他肯定一级一级的审计 这个东西说麻烦也麻烦 你要是真走了之后 这块来的话 依照法律的话 属于巨不配合 国家的紧急状态下分 那东西没必要的 那个风险力就随时在调整 我们看调整什么高风险 或者中风险的话 咱们隔离天数不知道 增加吗 那我哪知道 那核酸文也是 自己做核酸文 明天要上门还给你做一次 他就问他现在 我没告诉他 现在电影病毒的这个 潜不清 很长 先那个什么 先不要问现在 咱们什么时候走 看咱们这个风险 你现在就 咱明天先做了核酸 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耐心沟通下 王某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 同意和工作人员返回家中继续隔离 疫情期间 在节假日 我们更应该注重个人防护 尽量避免聚集 非必要减少出行 除了配合社区 以及防疫工作人员处置一些突发情况之外 首考防疫第一线 也是民警重要的一项工作 出示一下行程码和健康码 这句话不少上下高速的朋友们肯定都听过 那么在高速口执勤的这些民警 他们的身上又有哪些故事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寒风鼎鼎 他们坚守岗位 守好防疫第一线 我们尽量就在高速口 把这个瓜头把放好 一桶泡面 一口热汤 年头耐水的别提舒服 他们默默付出 守护千万家庭的安全 这边就坐好 可以坐了 平安过节 元旦假期 我在港 罚在身边正在讲述 现在的话是晚上11点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进中北高速口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地方的失败温度的话 在零下10度左右 这个地方风还是挺大的 那么我现在在外面站了一小会 这个手已经冰凉了 那可以看到的话 今天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现场有咱们这个防疫人员 民警以及交警 正在这个过往车辆 进行一个这个防疫检查 你好 您是从什么时候过来开始执勤的 我是从今天上午9点 今天上午9点到现在 对到现在 休息了吗 没有 还没有休息 对 因为咱们这情况也看起来 车车确实有多 也顾不上休息 可能到后半夜 如果车车较少的话 可能会轮流倒去的斜一斜 执勤民警说 他们24个小时换一班岗 从上午9点到现在 执勤民警 已经连续执勤了 14个小时了 现在的话感觉怎么样 现在 就是冷 冷 就是这个 增上力吗 感觉 增上吗 嗯 说说不累也是假的 哥 节假日嘛 车辆确实比较多 然后我们做成为一个公安工作人员 我们尽量就在高速口 把这个公安走法控好 然后把疫情风险降到最低 保护咱们老百姓 平安不及 师傅 三分钟出示一下 来 行车吧 看一下 来 枯燥乏味的工作 并没让执勤民警 与其他工作人员 有丝毫的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 肩上扛着的是城内 百万家庭的安全责任 直到凌晨一点多 过保车辆 才渐渐少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天气太过寒冷 特警队员留好 身体就有些不舒服 但他仍然和其他人一样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今天你有点咳嗽 是有点着凉 今天在外头站的 应该是分春花 你也是从早上站到这花 对 我们都是一起放 平时你们就在这一块休息 平时一八十在那个房 我是刚刚站了 发现这个角色 动得挺麻的 你们估计也是站一天更麻了 这样已经没有吃着了 这一分钟一天在这站 挺不容易 多是站一天 得到了明天早上 才有下一个户来花 对 到明天早起就亮 虽然在休息 但刘浩还是时不时的看着窗外 那那啥了 现在外头又来一只车 想下去 还没有休息十分钟的时间 特警队员刘浩就下了车 再次去了工作岗位上 接下来 你好 你好 这是赵的 正吃饭了 对 这是 因为那啥随便喝一口 你们一把就吃点泡面了 我就吃点泡面了 年糖带水的也挺舒服 是的 吃的也挺好的 那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咱们民警还是比较辛苦的 后面是刚刚吃到一半的话 因为过来可能是 三四辆车 咱们这个民警要帮助 它的队员去执行 怎么样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是因为跟车辆有点多 因为最后现在不是节暂日 为了把保护需要 没有什么问题 挺不容易的 好快吃你的面 好 从快退休的社区民警张宝春 到高宿口执勤的民警 我们只是截取了全省公安民警 保障节日安全 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一个小小的品牌 在他们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安心 感受到了放心 他们用自己的默默付出 守护着我们 2022年已经到来了 新的一年里 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幸福平安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